大家好 我是Alt 最近wordpress升级以后 网站呢就会报这个错 your service journey php模型 5点几 然后呢现在最新版本的wordpress是6.32了 6.32需要php版本为7.0的 那么老版本呢就不行 这个怎么办呢 一般来讲呢 服务器服务扛商 它已经把版本升到了7以上 但是你这边设置一下子 那么进入它的后台 在这个cPanel里面 也就在cPanel 我们重新把它进入 在cPanel里面下面有一个 software软件 multi php manager 就管理php的版本 可以用对不同的域名设置不同的版本 点击进入以后 我们找到我们刚才报错的域名 找到好以后 选中 然后呢这里呢 要把它设置好 新版本 刚来说7才能行 原来是5点几版本 现在已经升到7以上了 那么选一个7点0以上的版本就可以了 这里会选个7点4的 点这里应用 好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了 好他就是成功把版本升级到7点4 我们这时候再看一下 能不能打开这个网站了 好稍微等一下 好看到了成功打开 之前的错误呢就不存在了 就一定要把你ph版本呢 相应的升上去 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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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